由科兴研发的新型肺炎疫苗第一次有详细临床数据 土耳其卫生部门公布,在当地的第三期测试 科兴疫苗有效率达到91.25% 疫苗9月中在当地测试,有7000多个人参与 但是今次公布的数据属于初步,只涉及1300多个测试者 其中染病的29个测试者里面,26个人只是接种了安慰剂 三个人接种科兴疫苗,而那三个染病的测试者 没有发烧或者呼吸道病症 所有测试者里面都没有严重副作用 只有一个人有过问反应 土耳其当局说,由于数据理想 被原定早已公布科兴疫苗的初步结果 当地会继续做临床测试,相信疫苗有效率还会逐步提升 土耳其卫生部认为,科兴疫苗安全有效,会申请使用许可 又透露土耳其选择科兴疫苗,是因为它是最传统的灭活疫苗 技术成熟 科兴疫苗也有在巴西、印尼等地做试验 巴西当局日前说,疫苗有效率超过五成 但按科兴的要求,延迟公开测试结果 引来透明度不足的疑虑 有线电视记者,陆子晨报道